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大部分汽车都使用汽油作为燃料 便宜的汽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 但是也造成了很多问题 大量的使用导致世界石油总量的大幅度减少 而汽油燃烧后产生的气体 导致了温室效应等各种环境问题 而最近 一则消息让人眼前一亮 我国宣布将于2020年正式普及 乙醇汽油 乙醇汽油并不是以乙醇作为汽车燃料 而是在普通的5000汽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乙醇 目前我国的添加比例是10% 早在2001年 我国就已经在河南 爱辉等省份试点推广乙醇汽油 而世界上推广乙醇汽油最成功的国家当属巴西 巴西全国的加油站都使用含量为18%到25%不等的乙醇汽油 而美国 日本等老牌汽油使用国 也已经开始强制推广乙醇汽油 能够得到如此多国家的青睐乙醇汽油自然是好吃多多 我国是一个粮食大国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乘粮产生 这些粮食全部扔掉的话会造成严重的浪费 而现在推广了乙醇汽油 正好可以拿这些粮食来作为原料 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避免了浪费 可谓一举两得 和纯粹的汽油相比 乙醇汽油燃烧后排放的温室气体降低了59% 保护环境方面更是好吃多多 但是没有适选时买的东西 乙醇汽油虽然相比于普通汽油更加清减 但是乙醇汽油由于制作成本的问题价格更高 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手段 使乙醇汽油的价格与普通汽油的价格持平 但是乙醇汽油的价格并没有优势 另外乙醇汽油的热值只有普通汽油的三分之二 所以使用乙醇汽油的汽车耗油量更大 因此要普及乙醇汽油 车友们最关心的还是降价吗